直接一点,残暴一点 我喜欢你,我想你,我爱你 妖妖来了 还有爸爸和妈妈 哈喽,又见面了,我是威威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脸色 就是很臭 臭到比臭鱼还臭 比我们中国王志和 灰绿灰绿的臭豆腐 卤汁臭豆腐还要臭 原因是什么 我现在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为什么爸妈一直在骗人 不知道台湾的爸妈怎么样 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爸妈 在威威叙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呢 大家也回忆一下 你的爸妈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我小的时候听过最多的谎言就是 你是从垃圾堆地捡来的你知道吗 这句谎言 不管是我妈,我爸,我奶奶,我爷爷 我姥姥,我姥爷,七大姑八大姨 姑姑姑父姨父姨 全部都在说过 现在都能回忆起来 他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狡猾,猙獰,奸诈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当然了 现在回想起来 不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 还真的真的觉得 自己就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后来有一天 我很严肃,很谨慎的 问我妈 你到底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 我起码到底在哪里 虽然年纪小小啊 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一个小屁孩 就已经即将踏入了寻母寻父的路程了 再说第二个家长经常会挑逗你的谎言 就是你妈不要你了 大家回忆一下 小的时候就会经常试睡 不一定出去玩到哪里 或者是去哪家串门 就睡到人家家了 当你起来的那一瞬间 发现 四周都是陌生的 满脑子都是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妈呢 结果 你家一个亲戚就走出来了 或者说你眼熟的一个所谓家长的朋友 阿姨 我妈呢 你妈不要你了 你妈走了 小孩一定会说 不可能 我妈一定没走 姨 我妈呢 其实呢 这个时候 这个大人 能看不懂孩子的心思吗 他一定看得懂啊 小孩那个紧张 那个惶恐的面容 诶 成人的世界就是如此残酷 他才不会善罢甘休 他接着说 你妈真的不要你了 你妈走了 自己就走了 你妈说了 把你送给我了 什么时候才肯罢休 当然就是孩子哭了呀 崩溃掉了 我妈真不要我了吗 当整个世界观都崩塌的时候 诶 妈慢悠悠的出现在门口 哎呀 别哭了 别哭了 你跟你开玩笑呢 这场门剧的最回货手 是这个阿姨吗 不可能 阿姨的同等帮凶 就是你自己的妈和爸 可是呢 这件事情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唯一能给带来的利益 就是小孩子 受了一场惊吓 想跟大家说这两个例子呢 是因为什么 刚才我妈和悠悠同学视频的时候 刚接通视频 我妈说 悠悠 阿婆把机票订好了 明天就到桃园机场 你接我 悠悠在面当真了 看了一下我 震惊的眼神 貌似就想问我妈 明天外婆就到了 我们去接她吗 孩子可能连明天的行程都想好了 明天我是不是要请假呀 我妈妈是不是要带我去坐火车呀 孩子一系列想好了 我听到这儿呢 就回想了我童年 种种种种种 家长和亲戚 对你的各种挑逗 只是为了要测验小孩 对你到底重不重视吗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 一个特别特别坏的一个传承下来的 怎么鬼呀 我现在浑身呢 就有一层隐形的火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冒烟了没有 看到了吗 想知道后来我怎么应对这件事情的吗 跌跌不休的飞机事件 十分种厚 没有任何技巧 我可不讲 当祖孙三代站在一起的时候啊 我妈怎么教育我 这个事儿啊 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我指定不能把悠悠同学 再退入那个 虎口 当然 对于悠悠这个人生 直接的负责人就是我 那我当然有权利 如果说我不去干预 悠然现在承受的 就是我小时候承受的那份痛苦 所以刚才我就直白的跟我妈说 你要是想悠悠 你就直接说 阿婆想你 你要是想来 你就表达你的欲望 阿婆真想坐飞机 现在就去看你 好想抱抱你 这句话多么温暖 多么温暖 啊 跟大家续道完之后呢 我心中的火焰稍微也灭了一点 看到了吗 我脑袋上现在没有再冒烟了吧 其实我的原生家庭呢 我爸妈都没有受过太高等教育 特别是我爸 特别社会人的那种 社会很单纯 复杂的是人啊 从我外公外婆那一辈 一直到我妈妈他们那一辈 根本就没有想过什么叫做育儿 那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到我这一辈了 从小我爸妈啊 喜怒哀乐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情绪来的 如果爸妈今天心情好 你的日子就好 如果爸妈今天心情不好 完了 那就惨了 记得小时候啊 有一天 因为自己有点感冒了 刚好赶到晚上 爸爸下班回家 貌似是因为工作方面的事情 受到了一点挫折 回家很不开心 发现我在房间呢 抽抽梯梯的 他就二话不说 把我的门推开 删了我一个嘴巴 当时我的鼻血就流下来了 莫名其妙 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挨了这顿打 那反之呢 当我爸爸心情好的时候 他就会跑过来说 哎呀宝贝女儿啊 今天想吃什么呀 爸爸带你去呀 你敢去吗 昨天刚刚无名的遭受了一顿打 今天就要离你去买糖 一个巴掌一个糖 巴掌糖 巴掌糖 我在回忆我童年种种状况的时候 就感觉自己像是他们养了一个 小鸟 开心的时候调逗一下 其实我发现台湾的父母也是这样 之前呢 带悠然在公共婆婆家住过一阵子 也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也就才一岁两岁的样子 就跟爷爷奶奶玩 爷爷奶奶也很开心嘛 那份喜悦的心当然是真的了 可是呢 当悠然摸了一下奶奶的手 奶奶会说 哎呀你打我 好痛啊 把奶奶打好痛 这个时候悠悠就会很恐慌 当时呢奶奶说了好几次 哎呀好痛啊好痛啊 就是想逗一下孩子 可是呢 说一遍 说两遍 说三遍 说四遍 一整晚说下去 悠悠和奶奶的互动就变为零 不敢再触碰奶奶一下 嘿 奶奶应该不想要这种结果吧 现在的小孩开不起玩笑 回顾一下我们中国的父母和小孩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我自己 现在呢我和我的父母就很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没有办法去再拉近一步 哪怕牵手 哪怕说一句真心话 不是我不想说 是他们不接受啊 再跟大家说一个故事 大学放假回家 我爸爸是一个很喜欢很喜欢喝酒的东北男人 他的习惯呢 如果说这两天是他的假期 不上班 他就可以做到早上喝白酒 中午喝白酒 晚上喝白酒 这样一个嗜酒如命的男人 喝完就去睡 也挺好的 像幽霸这样 可是呢 我爸爸喝完酒之后就会撒酒疯 骂人还不够 有的时候还会打人 为了这个家庭的和谐嘛 也为了我爸爸自己的身体嘛 虽然说和爸爸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 因为是从小被他打到大的 和他的距离比较疏远 可是呢 女儿还是会心疼爸爸的嘛 那一年回家 有一次爸爸在喝酒 我就在一旁真心的劝他 我说你不要喝酒了 酒喝那么多对身体不好 可是呢 我有忽略了一点 他当时呢 已经喝醉了 反击我的话就是 老子不喝酒 老子出去赌啊 老子出去嫖啊 跟我同事一样 天天喝大酒啊 有那个钱吗 我就开始把心中的怨恨 完全的都倒出来了 可是呢 为了他我就要跟他讲道理 我说爸爸不是这样的 你看你喝酒对身体不好啊 巴拉巴拉巴拉 之后呢 我爸爸起身 大步迈向我 狂揍我 归拳头打耳光是基本的 后果呢 就可想而知了 最后呢 在我爸爸的拳头之下 无奈之间 说出了三个字 这三个字 对于中国的家长 和中国的孩子 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个机会 互相去诉说 可是当时呢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想让爸爸听进去我的劝说 又想让爸爸迅速的停手 因为我很怕被打 于是我就机智般的 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爸爸 所以我不想让你喝酒了 因为我在乎你 我爸爸也做出了 及时的回应 爱你个屁 你个王八糕子 你个虚情假意的 反眼狼 翅膀硬了吧你啊 这个家老子说的算 还是小兔崽子 你说的算呢你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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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接着就是继续的殴打 哈哈哈 电视剧好像不是这么演的 哈 哈哈 当时我也一脸懵 那是我唯一一次 懂事有记忆之后 对我爸爸说的那三个字 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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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是有之后殴打的故事 在现在这个年代呀 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 远在他乡 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都在背景录乡 和父母都不再是一个城市 哪怕说都不再一个国家 明明呢彼此很想念 却不能直接的去表达 其实呀不只是亲子 连夫妻更是 在老公出去喝酒应酬的时候 明明就是担心他的身体 可是呢就不直接说出来 哎天天出去喝什么喝呀 啊找哪个女的呀 啊今天晚上找小姐了没有啊 如果说老公难得 给你买了一个礼物 或者说想要出去庆祝节日 你非要说 哎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怎么还送我个礼物啊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做贼心虚了吧 现在很多家庭 依然是这样的说话模式 这种说话模式叫什么 有没有学术词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给他起个学术词吧 叫做 不能好好说话呀 会不会说话啊 不会说话别说 希望大家呢 看过微微的影片之后 有些许的思考 对你身边最爱的那个人 最亲近的那个人 一定不要伤害他 直接一点 残暴一点 我喜欢你 我想你 我爱你 好了 今天就是微微对大家的分享了 洛里巴塑说了一切 还害我哭了一下 都怪我妈妈刚才和悠然开的那个玩笑 那么请期待微微的下次影片吧 还没有关注微微的朋友 可以点击下订阅 按起你的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微微所有的影片 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在下方多多的留言 说一下你自己 和你最亲近的人 发生的一些误会和事情 那如果说有特别感人的 微微的下一期节目呢 可能就是 把你的故事说给大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我是悠悠 大家喜欢我的油画 记得订阅和分享 拜拜 咪咪